afterwards everyone 對不起我 遲到 對 因為我今天一直弄不好我的瀏海 我現在不知道它要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我再弄下去 我可能只要9點半才開直播了 救命我現在這個包 還是怎樣 誰要救我 誰要救我 我真的一直弄不好它 我的瀏海一般來說應該是要分這邊的 但它今天一直過不去 然後我本來想說呢 不然把它分過去好了 可是呢 它這邊有一個洞 就是 我分哪邊都不對 就這樣 看起來好呆喔 我真的很崩潰 我真的不知道它怎樣 到底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跟你們講那個 春酒的那一天就是這樣子 喝春酒那天也是瀏海 就是 我跟你們講好的時候 它就是一夾就OK 然後不聽話的時候怎麼弄就是不OK 然後我剛才本來想說 我就直接就像春酒那天 直接把它就是你知道 夾側邊就好了 可是因為我想說直播這個光打在這邊 我的額頭我怕會亮到大家 所以我就想說 先不要 然後我就很努力的在想說 它一定可以弄好的吧 結果 它還是 亂瀏海的重要性 你們看 有沒有瀏海真的差很多耶 就是我現在瀏海到底是 怎樣 我很生氣 我很生氣 先上特效 你說戴個帽子之類的 並沒有 被沒有拯救我的瀏海 這個可能可以 超級跟我今天的衣服不搭 今天素顏嗎 你們怎麼會覺得我素顏 你們怎麼會覺得我素顏 我明明就有化妝 我只是今天沒有刷睫毛膏而已 睫毛真的有這麼重要 睫毛真的有這麼重要 睫毛真的有那麼重要 我想說你們看不出來 我就不要畫了 我覺得一定是瀏海的關係 我覺得一定是瀏海的關係 謝威如的愛的煙火 像五年前的Mina 你說 沒有瀏海的話 像五年前的Mina嗎 會比較 比較老吧 我五年前比較老 瀏海很崩潰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還是就是把它夾側的 為什麼會覺得我沒化妝 可是我覺得有化眼影跟眼線看起來 就很像有化妝了 這不是可以騙你們的 好方法嗎 謝忠穎的夢幻泡泡 沒有 就有化啦 但是就很淡這樣子 還是因為我今天沒有染眉毛 但是因為我現在的頭髮 你們看喔 就是 已經 因為我很久沒有補染 所以它現在 髮色還蠻深的 我就想說 沒有染眉也還好吧 是你們覺得我很素是因為 睫毛的關係嗎 還是因為眉毛 還是是瀏海 哈囉 Steven我很好 我覺得 還是我就 我覺得我就把它夾側算了 好不好 雖然可能會有點亮 但我真的覺得 它好阿炸喔 謝俊佳的 會員票 是因為眉毛嗎 弄個髮卷 欸對 我有買新的髮卷 我有買新的髮卷 還是我來用用它 救命 今天鬍子感覺可以 什麼我鬍子長出來了 我鬍子長出來 常常一個偶像 我鬍子長出來了 我有嗎 我有嗎 害我有點害羞 我有嗎 我有鬍子嗎 我 我應該有記得瓜 不是 我沒有 我有鬍子嗎 等一下 大家這是我新買的髮卷 我以前都是一個不用髮卷的人 我以前是一個不用髮卷 因為我覺得髮卷很 就是我不會控制它 因為 就是我夾 每次夾完它都 就是 我沒有辦法控制它夾完放下來的樣子 會怎樣 所以也有可能會很悲劇 我現在還是不太會用 但是我想說就是 有時候去 比較遠的地方表演 就是它不是一定有那個 插電的地方可以用 所以 像 下雨天啊 或者是夏天流汗 什麼 瀏海塌掉的話 就是出門的話 我想說有一個髮卷還是蠻方便的 這也不貴 幾十塊我就買了 好 那我現在 其實我真的不太會用喔 應該是這樣用吧 你們會用髮卷嗎 我怎麼會問直男 你們會不會用髮卷 應該是這樣子吧 旁邊沒卷到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其實我也是直男 我一直說你們直男 但其實 我也是直男啦 所以我不是很會用這個 恭喜燒餅牛條粉絲團生那一集 可以在捷運上捲頭吧 我不敢耶 我不敢耶 我覺得這好羞恥喔 這個我只敢在家裡 或是在後台 就是沒有外人的地方用 天啊 我第一次在直播用髮卷 我這樣會不會很 我這樣會不會很 是不是很少看我露的額頭 我這樣會不會很怪 我覺得你們覺得我很舒適 因為眉毛的關係 謝謝吐司傑戳戳戳你 這是今天我的造型 還是我以後 早上我剛剛就直接這樣直播 我就不用在那邊 我剛剛9點就已經Ready要直播 然後就因為那個瀏海 我就覺得 我不想要瀏海很糟糕的狀態開直播 我一定要把它弄好 不然我一整幾 一 今天呢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直播 我就會一直 就是分心在我的 瀏海上面 把手機亮度調起來 是有那麼亮嗎 欸你們這樣還是覺得我很素嗎 你們這樣還是覺得我很素嗎 還是我現在來懶眉一下 我覺得會不會是眉毛的問題 你們是不是不習慣 就是 我本來的眉毛 我真的是 我每次講到 就是 眼妝比較淡 或是怎麼樣 然後大家就會說 你眉毛很濃 是眉毛的關係嗎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髮色跟 我的頭髮跟眉毛 沒有差很多顏色吧 我髮色沒有很淺啊 如果我是像栗子那種金髮的話 可能就不行 但我現在 我真的覺得我現在 因為懶眉 剛剛姐妹知道也是蠻貴的 是特效的關係 可是我剛開台我就 沒有開特效 你們就說我很素 我才開特效的 你看關掉特效我就更素了 因為我沒有畫 我沒有畫 腮紅 我沒有畫粉底跟腮紅 謝謝燒餅有條小氣蹦蹦 我只有稍微遮我的那個 就是黑眼圈 謝謝蘿莉朗的冒汗煙火 對啊我沒有殺紅看起來更素欸 我沒有素顏等一下 我真的沒有素顏 為什麼你們一直覺得我素顏 我這個只能騙男生不能騙女生 我明明就有眼線你看 在這然後跟眼影 雖然就是淡淡的 這樣子騙男生說素顏你們會相信喔 這怎麼可能是素顏 雖然是很淡的淡妝 但是不能說是素顏 胡渣的人 我哪 我哪有胡渣 我哪有胡渣 我有胡渣嗎 我這裡有長痘痘啦 我有胡渣嗎 我哪有胡渣 因為偶像長胡渣 這可以嗎 嘴巴也很明顯 謝謝蘿莉朗的眼中只有 為什麼我被吃特效了 我剛剛眼睛差點要冒愛心 然後就沒有了 怎麼會這樣 你截圖問女性有人 是不是真的素顏 我這 我有畫 你看 眉毛 眼線跟眼影 我這 我這有畫 口紅也有畫 只是今天擦的顏色 因為我今天穿粉粉的衣服 所以想說擦個粉嫩 粉嫩一點的 下次我只畫腮紅 然後一對指南說妝化很好 是嗎 你們的重點是腮紅嗎 還是口紅 我覺得是口紅 我之前有看過 有一個 有一個 我額頭真的好亮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額頭 好 之前我看到網路有一個 算是梗圖嗎 人家就說 就是女生 擦淺色口紅 然後人家說 你今天妝好淡喔 然後明明眼妝就超濃 然後結果擦了一個大紅色 然後男生就會說 你今天妝很濃 可是明明就 明明就其他地方 就沒什麼話 像奶奶就是 就是這種人 我覺得像 那種很鮮豔的 紅色的那種口紅 就是 還蠻挑人擦的 像 我自己就不擦那種很紅的唇膏 奶奶的話擦起來就是 很有氣勢 然後人家就會說 你妝很濃 可是其實他根本 就什麼眼線啊 這些根本都沒有畫 然後大家就說他妝很濃 他說他哪裡濃 他只是擦了紅的唇膏而已 但我的話 我就是 我覺得我適合粉色系的口紅 所以我不太擦紅 我之前買一支太紅了 我就給面面了 因為面面說他喜歡 紅色的 就是很紅的口紅 但我覺得面面是 就是撐得起那個 紅色的口紅 他是有一個那個 氣勢仔 我把燈調暗一點 這樣可不可以好一點 我額頭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我額頭看起來有色差 就是 是你們不覺得這邊看起來比較暗嗎 怎麼會這樣子 這樣看又還好 還是光的問題 只塗口紅不上眼妝不會頭重腳輕嗎 是 是還好耶 我覺得 我覺得有眼影的話就好 我覺得有眼影就是有化妝啊 你們居然覺得我今天素顏 好我不管 我現在來攔我的眉毛 你們又開始怪特效 你們又開始怪特效 我哪有印堂發黑 印堂在哪裡 印堂是這裡吧 我印堂發光耶 你們看 發光 我來攔一下眉 看一下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美毛的問題 真是的 每次想說要省錢 不要浪費這個攔眉高 一隻雖然也不貴 大概200多塊 可是每次 我只要不攔眉 你們就會說我今天就是 看起來很怪 到底是怪 我們看一下喔 然後只有最後還是兩天都爛了 我今天真的是 你看 直播 200塊挖下去 好啦 有沒有200塊 200塊可以用 大概半年吧 那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我的眉 就是我的毛太多了 每次刷一次我都覺得就是 哇 10塊錢用眉 如果眉毛比較稀疏的話 我可能就覺得 沒那麼心痛 只當紫眼的光芽 不需要更燙 好了 是嗎 是眉毛的問題嗎 這樣比較好了嗎 你想要稍微等它乾一下 停電來 有點卡住 怎麼會這樣子 謝謝俊亞浪漫玫瑰 欸 我今天這個 供電有點 不穩欸 好像是這個延長線也有一點問題 今天氣色本來就不錯 哪裡看 可是直播看得出我的氣色怎麼樣嗎 欸我這燈 等一下喔 你們哪有看到我好痛 我真的白插頭我打在 我跟 我跟 這插頭很難把 都自己重擊自己 你們有看到嗎 replay 會不會讓故意卡住 讓故意卡住 欸然後結果還是燈還是美好欸 欸 覺得是頭髮跟眼罩 欸好了 我跟 欸好了 我跟 自己打到自己 不是 卡住 你們說什麼 這個卡住還是 浪卡住啊 欸 欸 欸我覺得這個延長線不行耶 他 這個是實好說 他就要有一個 他就要有一個角度欸 好煩喔 還好 沒有插到我鼻孔 把插頭要怎樣可以插到我的鼻孔 你們到底是想看什麼畫面 啊你們到底想看什麼畫面 真的 真的剛好卡到波了兩遍 真的假的 然後一直重覆我打到自己 好煩喔 等一下 這個蹲 那差哪個都不行啊 不是這延長線已經換過了 這個延長線我已經換過了 之前的更不行 你不是說延長營 你說直播燈是不是 不是他剛剛是這樣的啊 我覺得這是延長線的問題耶 把它插頭 你通常都是用搖的 你知道我覺得這個插頭 插座它好卡喔 是線的問題嗎 我今天已經 他又好了 又不好了 又好了 我知道了 他有一個角度 他有一個角度 等一下 我好像找到那個 他是要這樣子 等一下喔 他要這樣子 然後我不能 然後我不能 亂碰到他 好 現在可以喔 好 我只要不要太激動 碰到這個線的話 他現在可以 嗨 烏魚晚安 小翔晚安 欸對不起 我今天一開台 我就一直在弄我的瀏海 我就沒有好好 就是跟大家 打招呼 謝謝雞鵬良 浪漫玫瑰 謝謝星兒還有阿娘幸運草 好我們來拆一下法卷 看看他就是如何 我每次都覺得好恐怖 因為我不知道拆下來 他是什麼樣子 好的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 比原本更失敗了 是不是 我就說我真的不愛用法卷 我就覺得他更失敗了 我覺得是不是我用錯方法 等一下 我們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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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不了我今天就這個造型直播好不好 這是 總體放下來好吧 我覺得剛剛放下來的樣子 還不如就這樣捲著播算 我覺得剛剛放下來的樣子 還不如就這樣捲著播算 我今天是包豬頭髮型 我今天是包豬頭 對啊 我今天瀏海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沒有先先先再這樣捲15分鐘看看 如果不行我就把它就是 捲15分鐘看看 如果不行我就把它就是 夾起來好不好 不行再說 哈囉敬香晚安 喔對回歸剛剛的話題 怎麼樣懶了眉毛之後 有比較正常了嗎 我還是看起來很素嘛這樣 如果還是很素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就是 瀏海的問題了 所以一開始的播旁邊就很好了 所以我為什麼要為難自己 因為其實我是 我是覺得我額頭 因為我額頭蠻高的 我額頭7.5公分 就是 就是平常日常的話 我其實蠻喜歡側分的 但是直播的話就會有點反光 有差很多 眉毛真的有差那麼多 所以 所以你們已經 就是你們不能 不習慣我黑色的眉毛 可是大家的眉毛 原生不就是黑色嗎 今天不素 不素 花生什麼素 而且還會重播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一直 好啦 我今天眼睛沒有 就是我沒有刷睫毛膏 有可能 就擦睫毛膏吧 我其他 眼線跟眼影的話 就是擦睫毛膏而已 好像刮了鬍子的王少偉 好像刮了鬍子的王少偉 王少偉 我跟王少偉會像嗎 哪裡像啊 我覺得我還比較像王仁甫吧 怎麼會像王少偉 王少偉的臉那麼長耶 比較像王仁甫吧 可是我也沒有很想像一個男的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像5566的團員 我是AKB4K TeamTP的耶 從撞到開始就這樣了 不是 我撞到我家的 延長線 跟浪這邊有什麼關係 今天的網路怎麼了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這裡看 好像滿正常的啊 剛進來嚇到 喔 你說被我今天的造型嚇到嗎 是不是很不習慣我露額頭 是不是 我們先讓他夾一下 我再放下來 哈 我露額頭有嚇到你們喔 但他今天真的都弄不好 反正我等一下 再等10分鐘吧 我就把他 如果還不行 我就把他夾側邊 他今天可能真的就不行了 像王仁甫的比較好嗎 可是 王仁甫跟王少偉 我看起來怎麼怎麼看都比較像王仁甫啊 算對 這 這根本都沒有像好嗎 根本都不像 一直跳針 好煩喔 話說我手機的那個合約啊 也快要到了 因為我今天接到電話 就是 電信業者他打來 他就問我手機合約還有多久 然後他這邊有提供一個就是 比較低支費的吃到飽的那個方案 因為我現在手機 一個月是要繳699的月租費 也是一樣是吃到飽的網路 然後其實別家好像有更便宜的 然後反正我今天就接到電話 他有提供更便宜的支費 就是 然後我就查了一下我什麼時候到期 我就查差不多半年到期 就想說好像其實可以換一個電信 還是其實 我不知道是不是電信的關係 但也許換了一家電信之後 會變順 我不知道 我在想我要不要換欸 最近很多家吃到飽都挺便宜的 對啊 因為699真的是蠻貴的 其實便宜的話 有些學生方案或者是特別的方案 有到好像有到499 599的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我當初會選這個699的方案 我之前也一直是用599的吃到飽 我當初選699是因為 我那時候要換iPhone 所以他 只能選這個支費才有優惠 對 序約沒有優惠 對啊 所以我才想說 欸我網路又不聞 所以我才想說 剛好就是他都打電話來了 我跟你們講 我真的是一個 就是很懶的人 然後呢 可是就是你們知道我 怎麼講 對 反正就是因為我很懶 就是像 我要去換手機的約 我還要去找電信業啊 然後 然後像信用卡什麼的啊 就是 我都很懶得辦信用卡什麼的 就是因為我還要跑去銀行什麼什麼 然後 搞一堆資料 然後去辦 就是還要排隊 就是很花時間 我就不喜歡弄這些 就是其實 像理財什麼 我都不是很懂 可是呢 我現在 我現在為什麼會有信用卡呢 就是一張 我的第一張信用卡 就是我去全聯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他就是跟那個銀行可能有合作 然後那個銀行的人就在那邊就是 就是你結完帳 然後銀行的人就虎視眈眈的 然後就 欸小姐有沒有興趣辦信用卡 然後我們現在就會 辦卡的話呢 我們就送 就送什麼 衛生紙啊 或者是什麼 保鮮盒之類 就是一些你知道家庭主婦聽了 會覺得還不錯吧 你就辦一張卡的東西 所以我就 對 所以我的第一張卡真的就是 那我又覺得因為他 他既然駐點在超 超市 對 超市 他既然駐點在超市的話 就是他 應該就是有需要業績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我也沒有信用卡 然後我 然後他又有送東西 那我就辦這樣子 所以我的第一張信用卡 就是 就是在 超市 在超市辦的 就是因為去銀行的話 我還要就是特地跑去 然後還要 等啊 什麼什麼 很麻煩 然後我還要 我去的話 他要問說 我的需求 今天要辦什麼服務呢 然後我就會 我要辦信用卡 我會覺得不知道 怪怪有點覺得說不出口 然後反正 就是這樣 那個人就直接說 你要不要辦信用卡 然後我就辦 這樣子 所以我的第一張信用卡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我之前 我爸媽是 都不用信用 因為他們覺得信用卡 就是會被盜刷 可是簡直 會盜刷的話 那個是 我不知道怎樣 會被盜刷 但是 你不要隨便把你的卡 亂丟 或者是把密碼告訴別人 應該是 或者是去一些奇怪的網 網站 應該就是 不會被盜刷吧 反正我爸媽就是 非常傳統的那種人 他們就是 只現金交易 可是 我辦了第一張信用卡 之後我就開始 了解 對我爸媽真的很 他們很old school 他們真的就是 不用信用卡的人 當然我真的 開始用信用卡之後 我才發現信用卡的方便 就是你不用 一直找ATM去領錢 然後有的可能還要 收手續費什麼的 然後而且信用卡的話 你還可以 我現在 我會不會像銀行專員 在跟你們推銷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 就是有了信用卡之後 我發現很方便 就是我不用一直去領錢 然後 它甚至還有回饋 就是比現金支付還更便宜 所以我就覺得信用卡其實 就是蠻好用的 玩遊戲刷過就被倒刷了 但是因為我是沒有在 我不會遊戲儲值 然後我 對啊就是 但我覺得倒刷好可怕喔 但我應該 就是正常的交易情況下 應該不太會被倒刷吧 對 對重點 反正就是我覺得信用卡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我體會到它的便利性之後 我就 我就 覺得很方便 就只要可以刷卡的地方 就算我今天只買了可能 60塊的東西 那我也是就是刷卡 因為我就不用 有時候你要去 買東西 尖峰時段排很多 就是排隊排很多人 然後有時候我在那邊找零錢 然後在那邊掏那個一塊錢 然後 很緊張你知道嗎 然後可是自從有了信用卡之後 就是 我就是不用在那邊很緊張 在那邊掏錢 因為就是錢包你知道 零錢跟鈔票放的地方不一樣 鈔票是這樣子 然後零錢要倒過來 然後再拉開那個拉鍊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就是 有信用卡之後就很方便 因為我就一張卡給他逼完 我就可以走 我就不會耽誤到後面的人的時間 不用怕刷太多 喔對有些人刷卡好像就是怕 會 因為像我爸媽那時候他們就 就說 我絕對不能辦信用卡 因為他們覺得我很笨 我在爸媽眼裡 因為我就被 你們知道我之前有被詐騙過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很危險 他們覺得我就是社會經驗太小的人了 他們就覺得我辦信用卡 我一定會就是你知道 就是被騙 然後被盜刷 然後卡亂丟弄不見 然後 然後 就 亂刷一堆錢 但是 我必須說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 我就是 花錢的時候我其實是很 我是很 我算是精打細算的 我不會就是 因為有信用卡先預付 所以我就 隨便買東西 就是我不是這樣子的人 好不好 就是反正 但是我爸媽就一直覺得我很笨 謝謝俊佳的玫瑰 謝謝灰仔的爆竹 對 反正我自己用的信用卡之後 我就是覺得很方便就對了 然後 我沒有 我沒有很笨 但是 我只是因為 就是 比較懶惰一點 就是對於理財方面 因為我 我們家沒有人在用 所以我自己也懶得去了解 所以 就只是因為去買東西 剛好被 就是被 人家可能有 在做活動 就是需要業績什麼 所以我才辦了第一張信用卡 然後我前陣子 也辦了我的第二張信用卡 為什麼會辦第二張信用卡 其實是因為我 第一家我就是完全 就是 只是因為單純被推銷 所以就辦了那張卡 但是我辦了信用卡之後 才知道就是 就是 不同家的 銀行 就是有不同的優惠 比如說你去哪一家買東西 刷哪一張卡 優惠回饋會 特別多什麼 這個就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 我才覺得 就是我 其實有想要辦 一張 就是別家的卡 就是 回饋會更多的 所以我本來就有想要去辦 但是 我就是懶 我就是懶得去銀行辦 這些東西 然後我又是有一天 不是在吵死 就是 就是在家裡 他打電話來 然後剛好就是 我想要辦的那一家 的 就是他是不用繳年費的 然後剛好打電話來 然後就說 剛好就是有 就是有在 他們有在做這個優惠 就是現在辦卡的話 就有送 掃地機器人跟什麼 吹風機之類的吧 反正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就 掃地機器人我超需要 我超需要欸 然後重點是 那家的卡 就是我本來就想辦 然後他又打電話來 所以等於是 我一通電話 他打來找我 然後我就只要 就是回答他的問題 然後我就可以就是 我就躺在家 就是這樣子 好沒有 我沒有這麼誇張的姿勢 但我就是在家裡 我就辦好一張卡 然後他就說 喔那 就是 留意一下掛號 他過幾天就會寄過來 這樣 而且那個掃地機器人 我已經收到了 就是 很棒 就是我本來就想辦 然後他 而且我覺得 那個打電話來的人 有點嚇到 謝謝玉安的瘋言 因為他這種通常就是 打電話給很多 就是通常 大部分人都會拒絕吧 就是 欸請問你有需要辦卡嗎 什麼什麼 然後 他是一打來就說 欸 你需要辦卡呢 我們這邊就是有做優惠 然後就是會送 小地機器人 或是什麼 什麼好禮級選機 這樣子 然後我聽他說 好啊 然後他還愣了一下 我就是 我等很久 你終於打電話來找我 我一直都想要辦卡 可是 你都不打電話找我 你知道我就懶得去辦 對 然後結果他一講 然後就好啊 我要辦 然後他 好 然後他才接著講 就是 就是怎麼 他程序是怎樣 我覺得他 對我覺得我要嚇到人家 但我真的是 就是 這等那個電話很久 我是真的就是 有需要辦卡 等一下 我剛才踢到我的那個 我覺得我的腳好像超輕 好像 好像 好像好了 對 反正 反正 反正我現在就是有 兩張卡 而且我還賺到了一台掃地機器人 我最近 他原本是說 他原本是說 五月中才會寄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 辦一張卡 然後他掃 我已經選好掃地機器人 然後他要 五月才要寄掃地機器人 然後只有前幾天 我就突然就是 就是 有人說 有人按電鈴 然後就說 有包裹箱 怎麼會有包裹 結果發現是掃地機器人 就是 他不是說 五月才要寄嗎 怎麼那麼快就寄了 對啊 就是雖然 掃地機器人 就是有一些小角落 他其實就是 笨笨的 沒有很聰明 少不太到 但是就是 懶惰的手機 你就按 掃地機器人 然後他就 就是可以 大概 大致上的乾淨 我覺得就是還不錯 就 每天稍微清潔一下 之前都送小行李箱 有他好像 他有給我選 好像什麼 三個東西吧 我忘記一個是什麼 吹風一番 我記得有行李箱 但是 因為我覺得 我比較需要掃地機器人 因為掃地機器人是一個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謝謝小林的告白氣球 就是 因為掃地的話每個人家裡 一定都有掃把跟笨斗 就是 掃地機器人根本就可有可無 你就是自己手動掃一掃也沒花你幾分鐘 但是既然他都要送的話 那 那 為什麼不要對不對 就是 可以稍微偷懶一下 但是 就是我不會願意花錢去買 掃地機器人 因為就是他很可有可無 可是既然他有 我有半卡需求他又要送的話 那就是 何樂而不為 以後就是電話行銷員的優良客戶 謝謝俊亞 會員票 然後 像我今天接到那個 可是 怎麼講 就是 我也有接到很多那種 就是問你要不要辦什麼貸款 那種電話我之後會覺得很煩 汽車貸款什麼 我就不需要 所以我其實 看到這種就是 沒有 就不認識的號碼 我其實都會有點不太敢接 對 然後我今天也是 就是我每次在電話都會想 就是我都要想很久 就是 就是 要不要接 如果他很快就掛掉就算了 然後可是 他如果想蠻久 我就會想說好接一下好了 對 然後我今天接他就說是那個 就是 問我要不要換電信 然後有優惠 這樣 然後我覺得 還不錯 好像還不錯 反正我只是 就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就是你打電話來 我就 就好啊 就是 我在家可以辦好 只是所有 我要出門解決的事情多好 就是電話解決 尤其是他打電話來 不用花我的電話費 謝謝小管面線的你最閃亮 我不是有裝 Husco 可是他 對我有裝 可是他有一些還是不會顯示 欸我現在把它放下來 看一下 我捲得怎麼樣 我算我覺得希望不大 等一下喔 先輸輸 欸我是不是太捲了 是不是 我覺得 天啊 天啊 我不會用法捲啦 為什麼 我真的是不會用法捲 我是捲太久嗎 所以法捲一方要捲多久 等一下我把它壓下來看看 謝博承非你不可 我真的不會用法捲欸 救命 發捲好難用喔 不是其他人到底怎麼用法捲的呢 怎麼用嗎 還是因為我 油海撿太短了 我好像包住我 等一下啦 我真的不用法捲 好 大家我決定把它夾起來 我決定把它用法夾夾起來好不好 我覺得 我覺得他今天沒救了 對 對 分散一點點捲 我不知道欸 為什麼其他成員都那麼會用法捲 就是平常大家就在那邊問說 欸有沒有法捲 就借來借去 我就想說 因為我從來不用法捲 我想說 法捲就是 怎麼講 我不會用法捲 算了 我們就把它往旁邊夾好了 我這個是 我不知道他怎麼辦 在那邊 剛剛逃生出來 發生 發生什麼事情 聞到 火少主啊 你要先救我 也要先救我吧 我不知道 我剛剛 我應該先救火 先救火 火 我還會 我還會 你懂 我還會 會 會 不是 我有叫特效 他 那個會 應該要出來啊 不是真的嗎 脫手 為什麼啊 那個會要怎麼出來 脫手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呀 對啊 怎麼出來啊 嗨 謝黃啦 帶你去流浪 謝謝熊熊的戳戳你 這火出不來耶 謝謝Kiwi的報酬 謝謝 神啊 賜予我那光明的聖火吧 好笨喔 根本就沒有出來啊 是誰跟我說 要講一點中二的台詞 但他還是沒有出來 我很像笨蛋 謝謝阿卡的啾啾你喔 拇指的方向不對 所以要朝這嗎 搖 灰 看久了覺得瀏海還不錯 你們 你們不要那麼容易妥協好不好 一開始聽Mina聲音 覺得好像 怪怪的 聽久覺得嗯 習慣了 瀏海怪怪的 然後看起來好像習慣 在習慣的太快了 要跟圖示一樣 哦我知道了 我再試一次 是要併起來一點 先給他偵測 這是我的手 脫手 我覺得他壞掉了 之前明明這樣就有火 壞了 好像笨蛋 好像日本 1617年流行的瀏海 1617年 你是說 1617 你說400多年前流行的 瀏海太崩潰 瀏海太崩潰是系統辨識不出是人 是不是 怎麼可能 我要把它夾到旁邊 我好生氣哦 我今天弄他弄超久 然後還弄不好 我真的撤分算了 我真的撤分算了 氣數 20162017 2011和2017 那沒有很久喔 五年前 謝謝Track的夢幻泡泡 我有更新嗎 有啊 不知道 我覺得浪尖乖乖的 天啊 我覺得他 他變卷之後啊 更難夾了 不管 先把他 定住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瞬眼多了 就這樣吧 哇 我覺得 好累哦 這樣吧 對啊 一開始就這樣就好了嘛 在這邊弄法卷應該是什麼呢 我就是不會用法卷 為什麼要勉強他 剛開播的時候就好了 剛開播真不好啊 所以我才弄法卷 謝謝黃拉姐 啾啾你哦 我這樣看起來還很素嗎 很素的原因到底是不是瀏海啊 謝謝瑞龍的Kiss啾啾 都買了總是要用的吧 我不知道 其他成員也有用這個法卷啊 怎麼就我用起來變這樣 我這樣看起來很像乖學生 有法徑的那種 但是不要再更短一點 小丸子頭 謝謝小管面前的夢幻泡泡 謝謝SKY的閃光星星 我真的覺得我剛剛 為什麼要弄瀏海那麼久 謝謝CKU的菲尼不可 看起來是很強很會念書的國小神 等一下 為什麼是國小神 為什麼是國小神 雖然我國小 欸我國小還真的就這個髮型 國小真的就這個髮型 因為我以前都是沒有瀏海的 我小三小四 就是這個髮型 然後小五小六的時候 都是沒有剪頭髮 所以越來越長 小五小六也是中分 但就到這裡了 有像五年前的Mina嗎 感覺是百萬小學堂很厲害那種 小西瓜 小西瓜 請我請我 我國小不是男生嗎 國小 小一小二是男的 小三就變女生了 這變一首著作的真是快啊 從小到大都這個髮型 差不多耶 我小時候都是 都是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 喜歡留長頭髮 謝謝玉的告白氣球 是因為現在就是 AKB嘛 就是日系的話 我覺得有瀏海 看起來比較可愛一點 所以 加入AKB以後 一直都是有瀏海的造型 以前的話 過去的 十幾年 對 我人生二十五年 就十幾年 十五年吧 都是 都是 這樣子的 然後長短不一樣 不過以前通常都是有長的 以前覺得長頭髮好看 謝謝土字節好學生證 欸 竟然有好學生證 欸 話說上次的生學證 抽 可以抽學生證 結果出來了嗎 抽了嗎 長髮好鮮 你們要等我把頭髮留長 我今年的目標是要把頭髮留長 我現在還沒有去撿喔 再假 我有乖乖的 就是 流長 謝博程的好學生證 美妍的髮型也很好看 就是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是一個很 容易 膩的人嘛 就是 短髮的造型 我基本上能試的都試了 就是 短髮的側分 那短髮有瀏海 短髮捲髮 短髮蘋果頭 什麼 其實 其實短髮的變化 比較不多 但我已經 就是短髮的造型已經留滿久了 有點像流長了 一月才剛出貨 蛤 這麼久喔 銀銀也太Lag了吧 欸我會不會被怎樣 這麼久喔 然後反正新的 這個月的生證是一個 特務風 對 就是 大家跟我發照片 但是我先說我沒有很多照片 因為這個風格不是我擅長的 就是 就是因為其他月份都會有一些 道具 剛剛火是出現了嗎 等一下 剛剛你們有看到火出現嗎 我剛剛只是撥頭 剛剛火出現了一下耶 等一下 你們有看到嗎 剛火出現 對 我剛剛 對 剛剛 怎麼出現的 我剛剛 什麼 火也Lag 怎麼又不出來了 不是啊 我剛剛只是這樣子 他又不出來算了 好 我等下再看什麼姿勢他才會出來 對 反正因為這個月的主題是特務嘛 然後他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紅色的背景紙 然後spotline 打上去 就這樣 然後你就要自己擺各種Pose 然後因為我本來就不太擅長這種 我不知道這個風格算是 特務應該是比較酷酷帥帥 有一點辣嗎 性感的那個 那個 比較不是我那麼擅長的 然後因為其他的那種 月份的話就是還有一些道具啊 就比如說一月份是漢服嘛 然後我們還有 可以拿一些什麼 彈葫蘆啊 或是什麼 然後 二月份的話也有旋轉木馬 就是有些道具啊 還有什麼 魔法棒 那些 有些道具我會比較知道怎麼做 然後也是我擅長的風格吧 所以這個月份的話 我 我必須說 我可能 這我照片真的沒有很多 頂多就發 頂多一發 可能只會發一篇 我看有沒有辦法生出兩篇文 但是就是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什麼照片 因為我就是沒有很擅長這個風格 就是他 不是我擅長風格 然後又 沒有任何的道具 然後我其實拍的時候 我拍這個拍了非常久 就是我怎麼拍我都是 怪怪的 就是 這個月不是有 手槍嗎 可是就 就是 手槍的變化性也很少啊 就是你手槍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這樣拿 這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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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變化性其實也沒有 到很高 貝斯背起來還能不帥嗎 可是沒有啊 生血則沒有拍貝斯 就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 就是這套是我拍 特別久的 我真的就是很感謝就是 就是工作人員們 就是他們就是 一直在旁邊就是 給我 技術指導 就是 美乃美乃 眼神眼神 然後 然後 有時候我 就是我做不出那個很帥的POSE 然後 翁翁在旁邊 手把手的教學 他就很擅長這種風格 然後幫我 就是 因為沒有任何道具 我不知道 手要放哪裡啊 就是 就是 然後 他說 你可以抓 比如說抓這個 這邊有一個什麼鏈子 他說 你把它這樣勾起來 這樣勾起來 然後 就是真的是手把手的教學 然後 攝影大哥也直接 站在我旁邊 然後就 就擺那個 就是很嫵媚 就是說 那你就做這個 這樣 因為我真的就是不會 然後 然後做好之後 可能攝影師就說 沒有 你再稍微往左邊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可是工作人員就 就說 等一下 Mina你不要動 因為他們怕 他們好不容易幫我 比如說他們好不容易幫我 喬好一個 這種姿勢 然後 怕我 稍微往左邊一點 那個動作 又要重新喬一次 然後工作人 他就是 等一下 Mina你不要動哦 等一下 Mina你不要動哦 我想要找一個東西 當Mina 好 找不到 反正 那就是我自己當Mina 然後工作人員就 他說 Mina你不要動哦 然後 往左邊一點 然後就把我 就 你知道嗎 你這樣夾娃娃 這工作人 真的 可是我沒有影片 我真的覺得 那個應該要錄起來 真的超好笑 我就是 我就是 這樣錄在那邊 然後工作人員 來 左邊一點是不是 拿來 拿來 不 好 好 右邊一點 拿來 拿來 對 我是直接 我是巨嬰 我覺得我根本 我根本是巨嬰 薯餅應該上場了 欸對 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那個 欸你們怎麼亂給他取名 叫薯餅啊 這是我的 愛心做店好不好 好來 來 來 米娜 米娜 左邊一點 來 好再 對 在右邊過來一點 我真的 整個 我根本是一個巨嬰 因為在 任人擺步 真的耶 但我在拍這個月份 我就是 我就是必須 任人擺步啊 因為誰叫我就是 不擅長這個風格 我就是只能 任人擺步 就大家叫我做什麼 甚至叫我擺什麼動作 我都覺得攝影大哥 他動作擺出來 比我還要嫵媚 比我還要女性耶 就是 因為拍過很多模特啊 還是什麼吧 就是 真的是 我是比一個男的還不如啊 我真的覺得 真的拍到 心很累 可是大家都很努力 希望就是成品 是好的 大家都是成員啊 工作人員 攝影大哥 大家都是 很努力也在幫我 所以 我相信成果出來 會是好看的 然後 就是希望大家 預購一下 就是 很少見的米娜 然後 就是 我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 我們都盡力了 就是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是第一批拍攝的人 就是 因為成員非常多嘛 但是因為我 不太擅長這個風格 所以我就說 沒關係 就是 叫其他人先拍 然後我就看其他成員 怎麼拍 我就學他們的Pose 所以我那天其實待到很晚 然後 可是我自己上去的時候 還是就是 然後 然後我也查很多韓團怎麼擺那個Pose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看了一樣的Pose 我擺起來就是 就是 怪怪的 我覺得其實 拍照啊 好不好看 就是肢體很重要 可是肢體這個呢 跟 就是跟你的 就是 整個人的協調性也很有關係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很會跳舞的人 就是 因為我有一點 就是怎麼講 肢體不協調 我其實是肢體不協調的人 然後這件事情 不只反應在跳舞上面 就是 也會反應在拍照上面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好氣自己喔 就是 就這個東西 我其實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 就是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救 還是這就是天生的 就是算我現在跳舞可以勉強跟上大家 但是 就是會跳舞的人一看就知道我沒有那個律動感 那這個律動感呢 就是 你看我跳了那麼久 我還是 就是 就是沒有 少了那麼一點感覺 你們懂嗎 然後 拍照也是 就是 就是 有 就是可能我擅長的一些可愛風格 我已經比較可以駕馭 可是 當擺到一些不是我擅長的風格的時候 就是我的肢體不協調 在拍照上面 也會很明顯 就是 我擺那個動作 看起來好像一樣 可是拍起來就是 怪怪 就是少了那麼一點 味道 就是 我覺得真的很吃虧 就是肢體不協調這方面 其實這反應在 跳舞跟拍照上面 但是偶像呢 就是 身體也真是我們每個月都要有的東西 然後 然後 跳舞也是我們的工作 所以 我是覺得 真的 我覺得自己好 好像沒有很適合當偶像 就是雖然偶像是有很多 很多層面的 但是 就是覺得自己在先天上啦 自己在先天上 真的是不太適合 謝謝小管兵賢 看哈你喔 覺得Mina現場跳舞很好看 你們是不是有粉絲綠鏡 就是 就覺得 Mina跳舞看起來 就像是一隻倉鼠蹦蹦跳跳的 就是你預設 倉鼠不會跳舞 然後 當你看到她突然 居然會跳舞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 因為原本期待值不高 所以就覺得 好像還不錯 是這樣嗎 可以去街舞教室 跳跳看不同的舞風 街舞教室喔 他說我現在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就是去找 藝雲就是 上基礎韻律 因為藝雲她是就是從小學跳舞的人 所以我們 最近我跟小琴還有一家 我們就 我們就 他們約一起練 旅動 對現在藝雲現在是我的 師父 因為去外面學舞其實一堂真的是不便宜 但我們我們會給藝雲學費的就是食物的部分 對 才會拍出昨天那個限動 我 我真的是 就是 Mina平常沒看這種風格的東西 對 其實因為我自己比較 我自己喜歡的類型就是比較日系清純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其實 就是你們看我平常的妝容什麼 就是很 就是比較 我喜歡自然一點 淡淡的這樣子 然後 像照片 調色啊什麼的話 我也是喜歡自然一點的 因為像可能 我覺得像 栗子啊 01啊 他們都有一個很日系的那個 濾鏡 就雖然 我是女生 我看我覺得 那個 濾鏡 調色是蠻好看的 可是 我自己不會想調那個風格 就是 因為我自己喜歡 就是 自然一點 就是日系的道路 好看 歸好看 但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一個夢幻日系的印象 可是我自己喜歡生活自然的造型 就是 就是跟我追求的比較不一樣吧 想說我們怎麼組成一對人 其實原本是只有 易嘉跟小青 他們找 易雲就是 練那個 律動 這樣子 其實我 我那時候都覺得 小青已經那麼會跳 他還 需要練嗎 但是實際練的話 好啦 實際練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那個 就是 就是 很 就是最有困難的 那一個 就是一當 速度加快的時候 就會 暴露出一些 就是 我很跟不上大家的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 就是 基礎真的是蠻重要的 就是算 你看從基礎 就可以發現我的起跑點 就比別人 在後面很多 但是我覺得可以 就是有團員願意教這些東西 我覺得其實非常好的 因為我覺得基礎是很重要的 我記得我那一次好像是 有一次 是士林的那個表演嗎 還是什麼 表演結束之後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要 他們要跟 翼雲 就是 要上翼雲的課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蛤 我也很需要律動 然後我就莫名加入 所以其實本來是只有 翼家跟小青而已 對 我是 我是自己 強行加入 謝謝太空 告白 祈求 有練有進步 對阿 就是 我覺得有花時間的話 就是 我也不知道耶 有花時間的話 其實也許 你現在在練這個基礎 你不知道他要幹嘛 就是 像我對跳舞沒有很了解 但是以樂器來說 就是 一開始老師叫我們練八分音符的時候 我會覺得 就是很枯燥乏味啊 就是 練這個幹嘛 就是 別 每一首歌又不會只有這樣子 可是 你 學到後面 你就會 突然發現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跟基礎行星相關 好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 有沒有開竅 我現在就還沒有啊 而且對 我真的常常都會覺得 自己就是真的很不適合當偶像 就是 現在熊熊的爆竹 就是 跳舞的話 就是我 肢體真的就是不協調 然後 然後 剛剛還有說到什麼 偶像還需要什麼 什麼技能 除了跳舞之外 我覺得像畫畫也是啊 就是像我們 拍照啦 拍照 就是因為我肢體不協調 導致跳舞跟 拍照都會有一些不協調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畫畫 就是 像我們就是 每個月那個生血針嘛 然後就要在生血針上面 除了簽名之外 還要就是考驗你的美工技巧畫畫 然後還有什麼 聖誕梯的明信片啊 也是會讓我們自己 手工畫一些東西上去 然後每次看到其他人畫的我時候 都會覺得 天啊就是他們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畫成這樣子 然後我有曾經嘗試要畫 但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我真的沒有美術天分 就是 我照著圖片畫 我就是 是有時候畫了 我還覺得這個 這個生血針派在那邊 然後就我一畫 就是我畫了一個東西上去 就 我根本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就是 我覺得我甚至毀了那張照片 所以我其實生血針 是 我覺得我很努力在畫 但是我通常寫字比較多 因為寫字是最不會出錯的 就是 我可以傳達我想 傳達的東西就是 可是畫畫的話 我沒有辦法透過畫畫傳達 我只能用寫的 對 能醜到極致也是一種特色 但是你知道我尷尬 就是我卡在中間 我要醜 我沒有抽象到必卡索 那麼抽象 但是 你要說我好看 我沒有其他會畫畫的成員畫的那麼好 我就是不上不下的 各種東西都不上不下 而且甚至還是偏 中間偏下的 那一種 對 就是 真的非常尷尬 所以我常常都會覺得 就是 我也太不適合當偶像了吧 就是 要說 偶像要有了幾個基本技能 就是我都比別人差耶 只是 常會覺得自己真的是很不適合當偶像 但是 但是 又真的蠻喜歡當偶像的 就是 喜歡偶像的這些 工作吧 就是你叫我當一個上班族 就是 就是 坐在辦公室我覺得很無聊 我就是喜歡偶像這個工作 就是 即便我覺得自己不適合 但是 就是稍微 那麼努力一點 好像也能做出一點 什麼 剛才賽亞人就是出現了嗎 我剛明就沒脫手 我剛這樣子耶 他為什麼出現的timing都很奇怪 不要拿落相跟別人的強項比 那我有什麼強項可以跟別人比啊 就是 我覺得我落相超多 我 我找不到什麼東西跟別人比 他好不受控 對啊 什麼啦 這賽亞人 我還找不到他的那個 他到底什麼都出現 阿姨出事都蠻好笑的 有啊 然後我今天那瀏海就出事啦 你們下次 好 我決定 我如果下次瀏海弄不好 我都直接夾起來 我不要在那邊浪費時間 好不好 以後你們看我夾起來就是代表我瀏海又崩了 我今天就不信邪 我就是 一直想要弄好他 因為我怕直播你們覺得我耳頭太亮 對 但是 你們好像 習慣了是不是 偶爾這樣也不錯 換個造型 我的強項不是彈吉他嗎 吉他喔 但是 怎麼講 我強項也不能算是彈吉他 因為 我吉他到現在一直都是自學的 其實我也蠻想要找一個老師學的 因為我 就是 一直都是自己 就是 憑感覺在彈的 對 就是 因為像有些成員也會想學吉他嘛 像嘉莉之前就有說他要學吉他 然後 他就 他就 他就可能會跟我講一下他遇到的問題 他說他 右手到底要 就是要怎麼刷 然後我就 那時候彈我就是 憑感覺刷的耶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找過老師就是 就像我貝斯 我至少是有跟著老師從基礎學 但吉他我真的是 就是 就是 自己摸 然後看一些YouTube影片就這樣子 所以 他問我怎麼刷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 其實 一般找老師學 我記得以前 我們班上有吉他社的人 他們好像是有一個什麼口訣 什麼 下下下上 什麼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 我就是 就是憑感覺 我就是一個自己摸的人 所以其實我還蠻想要找老師學 但是就是 你知道也是需要 money money 所以我就 我自己覺得我先 就是談到一個 遇到一個瓶頸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在 精進自己的話 我再找老師 就是我想要 我想要 就是在省 在省幾堂課的錢這樣 所以我一直沒有找老師是這樣 但我覺得我未來有一天會 會找老師的 感覺派的感覺很重要 你們也是 你們也是憑感覺 犯偶像吧 你學的都是 那個是啪 恰恰拉恰拉 拉恰拉 拉恰拉 那個是什麼 雞排 那個 恰恰拉 看 恰恰恰拉 看 找子虹老師教我彈吉他 太貴了 子虹老師是 真的 Level這邊的大師耶 真的不好意思教他教 你看一個小時可能要 上萬元 他家都在努力 做自己 做我自己 我有頭髮大概都還行 蛤 我有頭髮 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 還可以戴貝雷帽 但瀏海沒就戴貝雷帽也沒用啊 上萬是太超過了 但反正子虹老師在我心目中就是 是很厲害的人物 到Youtube找影片就可以學 是沒錯啊 但是 我也不知道耶 我覺得就是 Youtube看影片的話 是要那種 很有天分很有資質的人 做的事你知道嗎 有些人就是他 比如說跳舞他就看那個影片 然後看看就會跳了 你知道這種沒有舞蹈天分 就是你看一百遍還是不會跳 真的是不會 就是必須要有人教的 然後 音樂的話 目前我看影片是還OK啦 但是如果要再更Level up的話 我不知道我自己看影片能不能吸收 就是要看我的那個支持愚不愚盾了 這樣子 但我目前還在自學階段 因為我覺得吉他這種東西就是 我是大家知道嗎 我是 進AKP才開始學吉他的 真的假的我以前 我以前完全沒有碰過 所以我 我進來怎麼有學吉他就多久 進來三年半了 吉他也有三年半了 但其實也沒有彈的很厲害 因為 就是怎麼講 前面都是在練舞的時候 其實也很少在碰吉他 而且一開始 對吉他好像 就是沒有那麼的熱愛 就是 吉他初期的時候也是覺得很 就是那時候比較喜歡Bass 就是吉他初期的時候 按一個和弦就覺得好痛 所以其實一天彈吉他時間都不長 就是我的 我的起步其實就是 會拖得很漫長這樣子 但我現在 我現在 我必須說我現在給吉他比較多的愛 就是當吉他學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是 喜歡自己在那邊 哼哼唱唱自彈自唱 可是Bass就比較沒有辦法 就是 因為Bass彈的就是低音的部分 然後吉他的話就是自己 輕鬆哼哼唱唱的時候 覺得很放鬆 最近 蠻喜歡 蠻喜歡吉他的 Bass需要一個band 我也覺得 一個人彈的話就是 會有點枯燥吧 但是我算是一個 興趣很多元的人 所以我 我的興趣可能會變來變去 可能就是 最近比較喜歡吉他 或是過一陣子 尤其比較喜歡Bass 然後有陣子突然想學韓文 就去學了 就是 就是我的興趣就是變來變去 但當我很想 學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會 投入很多心力去學他 但可能過一陣子我會 又會再換來換去這樣子 但最終目的都是想學好 這是不變的啦 韓文學的如何 最近 最近比較沒有在 學韓文 我會 對 有空的話我會再找 找出來複習一下 因為最近比較忙一點點 對 但是我 我還是 還是會學的 反正我現在沒有 沒有 學校的壓力嘛 我就是輕鬆學這樣子 謝謝小葉閃光星星 最近在學什麼 最近就很努力在練律動啊 最近很努力在練律動 然後還有什麼 最近 最近練舞也要躲吧 然後再來就放鬆 因為昨天打疫苗 就只要可以給自己 就是 給自己 兩天耍廢的 時間 但其實 我必須說我打疫苗 真的是沒有什麼 副作用的人 第三季真的沒有副作用 但是我昨天練舞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 那時候有點覺得自己後悔 為什麼要去練舞 因為 我是 三季都會打 那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副作用最強的是 就是 第一季的AZ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 就是有發燒 燒到三十 三十八 三七三八左右吧 就是 因為發燒 然後那幾天奶奶不在家 我就是 自己睡覺就是 頭上放毛 因為我完全沒有吃 我完全都沒有吃任何的退燒藥 就是什麼 普拿疼什麼 就是我打疫苗完全都沒有吃藥 我就是讓他自然退燒 但是 因為打AZ的時候 就是會發燒 然後我就是 放毛巾在頭上 然後這樣睡覺 睡一睡 然後覺得那個毛巾又不冰了 然後我就 又起來 然後換個水 然後再睡一下 然後睡一睡 又醒來再換毛巾 所以其實 打AZ的第一天 就是沒有睡得很好 因為我會一直想要起來 換毛巾 然後 口很渴 一直想喝水 喝水好起來 上廁所的時候 再換個毛巾 所以其實打AZ那個晚上 就是 我沒有那種被車撞到很痛的感覺 但是我就是 一直起來上廁所 喝水 換毛巾 就是一直重複 好幾次這樣 一直到天亮這樣子 但是 但我覺得還好就是 就是 只是起來比較多次而已 但是我 還是睡得 只是起來比較多次 但是 就是 都有小小睡 小小睡一下 這樣子 沒有那種什麼 頭痛欲裂 或是被車撞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都還好 就只是 要起來比較多次 比較麻煩一點 有吃藥會比較舒服 但我 我自己覺得還好耶 因為我沒有 我是想說如果真的 很不舒服再吃藥 但是 我覺得 只是 稍微 燙 發色要稍微燙了一點 就是也還好 所以我 我沒有吃藥 我就 覺得 又不是感冒 就是如果是那種 正感冒 或是什麼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吃退銷藥 什麼的 但是 打疫苗這個副作用 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他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就讓他自己退銷 第二天就好了 對 被車撞到是什麼感覺 其實被車撞到沒有感覺 我有被車撞過啊 就是國小的時候 我有跟你們講過嗎 就是 我有跟你們講過吧 就是國小的時候 不是都會戴那種 國小 國小生的帽子嗎 我們學校是橘色的 螢光的那種帽子 就是 就是 只要上下學一定要戴那個帽子 因為 怕小朋友小小隻的 就是可能過馬路 車子沒有看到什麼 所以我們都要戴那種 螢光色的帽子 可是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次是 有一次好像馬麻 跟馬麻一起 馬麻接我下課的時候 然後我那個帽子 就是 那個帽子 一般來說 草原是會有那個線 在這邊 白色的那個鬆明片 大家知道我小朋友的那個帽子 這裡有一個那個線 然後 上面這樣 很像漁夫帽子 然後我忘記我那天是 是因為那個戴久了 線鬆掉了 好像是線鬆掉的關係 然後那個 風 很大 然後一吹我的帽子 就飄到馬路上了 然後 我一看到我的帽子掉了 我就 我就 我就很慌張 我就想說 帽子掉了 就是被吹掉 我要趕快去撿它回來 我不撿的話 它就會被吹更遠 然後我就 我就 就是我的眼裡 只看到那個帽子 然後我就 我就去撿那個帽子 然後 就被車撞了 就是 就是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了 就是 欸沒有沒有 我醒來的時候 沒有我有意識 其實我有意識 但是我那時候沒有 很疼痛的感覺 就是 車還好嗎 因為那些壞蛋 但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眼中 我只有那個帽子 我就覺得我要趕快把帽子撿回來 然後我就被轉了 然後 我就昏倒了 然後我昏倒之後 就是先有人圍觀 就是我隱約覺得旁邊有一些聲音 然後我 因為我那時候 我知道媽媽在我旁邊 然後我 我很怕我就是 會讓媽媽擔心 我那時候的腦袋 就是 有點 就很笨嗎 就是 對就是我覺得 我怕媽媽會擔心我 是不是很 因為小時候會看一些劇 就是也有這種被車撞 然後就 昏迷的這種 場景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就是 就是自己小劇場嗎 反正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不能讓媽媽擔心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張開人家 跟媽媽說 我沒事 然後我就 和你倒下去 然後我下一次醒來的時候 我就在醫院了 對我的記憶就是這樣 我很清楚記得 因為那時候是國小 好像是 是三四年級的事嗎 就是 我是有記憶的 如果再小一點 我可能就記不得 就是其實我那時候真的 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感覺 但是我記得我就是 昏倒 然後我 我後來感覺到旁邊 好像有很多人 人的聲音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 就是我不想張開人家 我就想要這樣沉睡一下 可是我 我心裡想著 不行這樣媽媽會擔心 所以我就 就是很努力 張開人家 我想要跟媽媽說 只是我沒事這樣 然後我就 很偶像劇 你們不覺得很 很八點檔嗎 就是我自己 明明就是 就是被撞 我已經又倒下去了 然後我心裡還在想 不行 我一定要 告訴媽媽 就是我還在 我媽 我想的時候我怎麼會有 我就是 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 我就覺得 我要讓媽媽不要擔心 謝謝DRAKE的守護靈 難怪現在怪怪的 欸但我不知道欸 那時候是有撞到頭嗎 我好像有欸 但是 但是 但是我記得我沒有 就是我沒有休息很久 就是 我後來 隔幾天我就去上課 因為那時候學校好像準備要 斷考了 所以我不想要沒有聽到課 然後那時候去學校我就頭上 都是繃帶 就是這樣 然後同學都笑到說 哇 是多嚴重 然後 沒事啦 因為我怕人家會擔心 而且 而且我不敢講那個原因 只有我沒有跟同學講 我只有跟我們 蛤 我們導師知道 因為我覺得那個原因太白癡 因為我居然只是為了撿那個 那個醜醜的帽子 然後我就被撞了 那個帽子根本 根本無所謂好不好 就是我覺得那個原因很白癡 然後我就不敢講 沒事啊 全校師這沒有 沒有這沒有上新聞 如果出人命可能會上新聞 但沒有我就是 就是撞一下 因為 就是造勢的那個 是一個 也是一個學生 也是一個學生 就是 我們後來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合夾還是怎樣 但是因為是我自己 他自己速度蠻快的 但是我自己這邊也有問題 因為我自己冒然衝到馬路上 所以他已經馬上剎車了 所以其實 就是我自己也有問題 所以 不能怪 不能怪人家 對是摩托車 是摩托車 他是一個學生 但是因為他騎的速度好像也是蠻快的 然後 等他注意到有一個妹妹的時候 他趕快殺車 已經來不及了 然後我就倒了 人家在路上騎得好好的 所以我就很笨 我就很笨 我前幾天出門的時候 我的 帽子也飛走了 就是我戴一個漁夫帽 然後風很大 然後他就 就被吹到馬路上 可是 我沒有冒然的去撿他 因為我已經血乖了 就是 我知道 很危險 不可以 不可以像小時候那樣笨笨的 然後我就看著我的帽子 就像馬路上面這樣子 越飄越遠 然後我就在 腳踏車停在那邊 然後我就看著我的帽子 這樣在車道之間傳說 但是我就 就是 我就想說 我現在的心態就是命比較重要 就是那個帽子就是 被吹走就算了 可以再買 就是 對我現在的心態是這樣 命真的很重要 健康也很重要 但因為小時候就比較笨 就是 帽子就這樣 第二人去撿 然後就被撞了 這樣 就是自己笨笨了 長大之後就覺得 每次錢買得到都還好 但是 生命很可貴 健康也是用錢買不到 所以就是 我就看著我的帽子 在馬路上這樣飄來飄去 對有成長了 當然我成長了 帽子學校有再發給你們嗎 沒有啊 後來那帽子就撿回來啦 可是我用 我用了醫藥費去 就是補回來的啊 那個帽子也才不知道多少錢 然後就被撞這樣 我有撿回來啊 所以我後來都很 格外珍惜那個帽子 為什麼我用命換來 這帽子還不戴爆 戴六年了已經戴到 就是大家小一小二都乖乖戴啊 我忘記從小四以後就很少人戴了 就我戴到國小五年級還要被同學笑說 小布姐那個帽子不用戴了啦 怎麼那麼乖 真的還被同學笑欸 就是 昨天我用命換來了 我不戴爆嗎 然後還被同學笑 就是 小布姐不用戴那個帽子了啦 對啊我以前 因為我就很矮啊 我就以前戳到這個小布點 你國小沒有戴過帽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國小我記得有規定要戴帽子啊 只是後來大家就是 變成高年級 然後我就會開始有點小壞壞 就不戴 就不會戴帽子 然後還有那個 制服啊 就一定會把那個帶子 剪掉 覺得那樣比較好看 私立學校嗎 不是 不是私立的學校 但是我記得 我記得以前就是有規定一定要戴 你知道嗎 但我不知道後來好像就是 為什麼到中高年級大家就不戴這件事 反正我就是一直乖乖的戴那個 我覺得我用命換來的帽子 我不戴爆 然後被同學笑 說不要戴那個帽子了啦 好看 制服有什麼戴子 女生的制服是吊帶群 我們是吊帶群啊 然後可是差不多到國小三 其實二年級就開始有人會把那個帶子剪掉了 他們就會覺得 就是第一年級的 第一年級才穿那個吊帶群 我們長大了 我們是不穿這個吊帶的 就是 國小生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那時候 因為媽媽是叫我說 就是等 等我長高一點 再把那個帶子剪掉 就是真的 那個帶子已經太短了 再剪掉這樣子 可是我就長得比較慢 所以其實當 就是我周遭的同學們 他們都已經沒有在穿吊帶的時候 我還是穿吊帶 然後好不容易有一天 我就說媽媽 你看這個裙子真的太短了啦 然後 終於可以把那個吊帶剪掉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長大了 就會自己沾沾自喜 國小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 覺得自己是大人 但其實根本就是個 就是還是小朋友 還有一對國中生喜歡去改裙子 對 我覺得國小都 國小 光是剪 把吊帶剪掉啊 或者是背一些很Shopper的書包 什麼就是會讓大家 就是 我覺得國小生很容易有這種炫耀心態 就是 會 喜歡穿那種什麼 會發光啊 亮晶晶的那種鞋子 然後就 就跟大家 線啊 什麼什麼 這樣子 就會覺得開心 可是到了國中之後 就是 已經 到國中之後已經不可愛了 國中之後就開始屁了 就是你知道 國中生就會那種 就是要把裙子穿得超級短 已經靠到肉屁股蛋了 就覺得這樣好像很好看這樣子 但我自己覺得就是 就是很 就是很屁 我現在看就是還是覺得很屁欸 但我 國中的話 裙子我就是 正 正常 偏短一點吧 就是不會弄 沒有要弄到超級短 然後襪子的話就是會 就喜歡穿短襪 那時候就喜歡穿短襪 那時候就不流行長襪 覺得長襪不好看 只是單純覺得不好看而已 男生的褲子都拉到大腿了 男生的褲子都拉到大腿了 對 欸真的 你們這麼會說我才講 國中很奇怪 女生那個裙子就是 拼命往上捲 越短越好 已經捲到就是屁股 快跑出來了 然後男生的話呢 那褲子 就是要穿得很鬆很鬆 就是已經鬆到那個 就是已經掉了 就是男生也是看到屁股 但是是 就是從褲子掉的很低的屁股 然後女生是 裙子短很短的那種屁股 就是不同的屁股 一個是 女生是看到 男半球的屁股 男生是看到北半球的屁股 就是 真的欸 你們這麼會說我才想想 好奇怪 好奇怪 真的 以前國中 男生是很喜歡 那個褲子穿很低 然後露自己的那種四腳褲 就覺得很好看 就是 就是 我真的 現在覺得好屁喔 對 為何啊 是 不知道為什麼 國中的時候 真的會這樣子欸 好奇怪 對 是沒有看到 沒有真的看到屁股蛋 但是就是看到內褲 就是 但男生覺得 就是褲子穿得越低 就是 對啊 超酷的啦 然後女生就越短 就是 很漂亮吧 然後走路就是這樣 這樣子 對 但是我 我從以前沒有在 就是 我就是回來自己的世界 我就是自己覺得 舒服就好 我就是 對啊 自己舒服就好 無鏡片粗框眼鏡 就 不知道欸 我覺得長大看真的覺得好瞎喔 那時候 那時候 是不是 愛改超窄 窄 窄 我想想 我有改嗎 我忘記我有沒有改了耶 可是因為我 但是制服庫是能改多窄 但是我記得我好像有改耶 但是我有改的原因 只是因為我太小隻了 所以 我媽媽就幫我把那個 那個 就是有 好像褲管有改窄一點 然後它有長度改短這樣 因為我媽媽是 學縫紋的嘛 所以她就自己幫我改 但是 就是我改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我真的 我以前就是小不點 我真的 那個S號 對我來說還是太大了 所以我一定要改短 然後順便改窄這樣 不然穿起來真是好難看 就是 我改的原因 只是因為 就是它真的不好看 還有我那個裙子S號 我穿了 超長的 就是 我改的原因只是 就是它真的 只是對我來說太大了 就是 不是 不是追求什麼 只是 它真的對我來說很大 我改的 卸自家 夢幻泡泡 高中搬上女生裙子 改超短 不知道 我高中就沒有制服 我高中每天要穿便服 只有 我們只有要上那個 軍訓課的那一天 才需要穿制服而已 但是制服就是 只要 那個襯衫 我們有 其實有啦 有一件襯衫就是上面會秀 然後 學號 跟名字 不知道有沒有秀名字 應該是有啦 學號跟名字 這樣 只要那個襯衫就可以 然後褲子隨便穿 就是隨便的黑褲都可以 所以我沒有制服褲 然後我以前也不穿裙子啊 所以 都是 都是隨便穿的 吃飯都配銀魂 沒在吃 飯都噴光了 是不是 國中生喜歡穿垮褲 高中生喜歡穿緊身褲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 跟 國高中生無關嘛 這只是 就是 流行的關係 就是國中那時候 可能剛好就是比較流行 垮褲 然後到 長大一點就流行 宅館褲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 國中生流行什麼 搞不好他們 國中現在流行宅館褲也不行 我不知道耶 我已經 脫離學生太久 但我覺得 就是只是一個 流行的趨勢吧 像現在 現在 國中生還是會喜歡穿短襪嗎 像我覺得現在就是 長筒襪比較流行吧 因為現在長筒襪出很多造型很好看 以前穿垮褲的男同學現在都結婚生子當好爸爸了 那蠻好的啊 那蠻好的啊 我很期待就是去以前國小或是國中 國中同學 我不知道會不會找我耶 反正 就是以前同學的結婚 的婚禮 蠻想去的 就是 看看大家 幸福的樣子 自己也會覺得很開心 喔對 國中也很多人燙玉米去 現在的國中還會流行燙玉米去嗎 我覺得現在可能流行別的了吧 就是那時候很多人燙玉米去 只是因為 那個時候就是什麼黑社會棒棒糖他們都會燙 就是大家就是跟風流行 但是 現在可能流行的不一樣吧 還是國中一定就要燙玉米去 國中FB的名稱是什麼 很想你很愛你 我不知道我沒有 其實我好像 謝博承呢 米卡早亮點 我好像沒有屁過 我 對 我不是說我好像 沒有屁過耶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就是 比如說國小把吊帶群剪掉 變成一般群子的時候 心裡覺得 我長大了的這種想法 但是好像 我好像沒有真的很屁的屁過耶 就是我沒有什麼 我也沒有什麼叛逆期耶 就是 我一直都 照自己生活的步調跟方式 就是 就像那個帽子 就是大家都沒在戴 我就是 我用命換來的 我帶一包 我為什麼不帶 然後我那個 幼稚園 叉叉托兒所送的書包 我是背到國小五年級啊 背了五年耶 就是 大家都看著那個叉叉托兒所的書包 我背到國小五年級 你是那個托兒所 你是那個幼稚園 然後就是 對啊 其實我也不想 那是因為 我媽沒錢給我買 其實也不是沒錢給我 她就不想給我買 對 就是久了我就習慣了 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好像 其實很 很 有點土土的這樣子 所以國小五年級 還在被幼稚園 送的書包 我覺得也還好啦 就是 以前可能會覺得有點自卑 以前國小 因為大家就是 大家 國小很流行那種 很像小行李廂那種 拖拉絲的那種 書包 然後就覺得好酷 然後鞋子亮晶晶的 然後我都沒有 我都是 都是路邊穿390的鞋子 都是便宜的東西 其實國小的時候說真的 就是看到周遭的同學那樣 其實自己有點自卑 可是就 慢慢長大之後就會覺得 其實也 我覺得自己開心就好 就是 如果以後我的小孩 我可能也會 我一定會傳達她這個觀念 就是你不要去跟旁邊的人 比較什麼東西 因為以前我爸爸爸爸也是這樣叫 因為像奶奶她也是一個比較 算是一個 她是一個會 所以 很喜歡比較 會愛慕虛榮的 所以她就常常會 回家吵說 同 這樣子 這樣子 的人 然後把媽媽 跟別人比較 比較不玩什麼什麼 所以其實久了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就是 穿便宜的貨又怎麼樣 就是舒服就好 我沒裸體 對不對 穿便宜的 然後我怎樣 那 國中同學都會去追潮牌 有一些啦 當然到我武專的時候 真的大家就是 各種名牌鞋什麼的 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這樣 但我那時候也都還沒 沒怎麼接觸 只是那時候好像 可能有時候考試 考比較好 媽媽就會說 不然獎勵我 就是幫我買一雙貴的鞋子 這樣子 就是 是我的 武專的時候 第一次穿了有牌子的鞋子 其實穿了之後 說真的 我還真的不知道 就是跟390的鞋 差在哪裡 就是 第一次穿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我只是心裡覺得 既然買了一雙那麼貴的鞋子 就是要穿好幾年吧 就是 然後我後來也真的就穿了好幾年 就是穿到很 我第一雙就是買 我記得我的第一雙名牌的鞋子 是Nike的黑色的鞋子 然後沒有很貴 但是比起390的鞋算貴 就是我記得1200還1300 在我們家附近的那種 運動鞋店買的特價品 然後 也不是當季的 但是 就是對我來說是第一雙有牌子的鞋 然後 就 真的穿了好幾年 因為 我選黑色的原因是 我 買那雙鞋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會 穿它穿很久 所以我才故意選黑色了 就是 但沒有什麼要搭配什麼的問題 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雙我會穿很久的鞋子 球鞋就有差了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差在哪裡 只是就覺得 既然買那麼貴的鞋子 那我運動的時候就要常穿它這樣子 鞋子有沒有氣墊差很多 我覺得如果只是單純走路可能還好 但如果運動可能就有差了 小時候的鞋子都是365天穿同一雙 小時候我這樣會有兩雙替換 只是如果有一天下雨的話 就是會 第二天就穿 就是會兩雙交替的換 然後說不知長到那麼大現在的我 我已經有10雙鞋了 然後襪子50雙 才不知道的 大家 我相信我鞋子有 我鞋子應該是有10雙的 就是 不是因為冬天跟夏天的鞋子不一樣 像長靴的話我有一雙 短靴的話一黑一白 還有一雙咖啡色的 然後 然後運動鞋的話 白色的有一雙 黑色的有兩雙 還有一雙卡其色 但那雙我最近有點想丟掉了 我覺得他有點 太重了 最近沒有很愛 然後 還有一雙牛金鞋 還有一雙馬力真鞋 你們知道嗎 你們聽得懂 牛金鞋馬力真鞋是什麼嗎 真的有10雙耶 隨便數真的有10雙耶 女生寡人都很多 不過我最近有點 就是我想要再買新的鞋 然後把一些不常穿的 太換掉了 你看小時候就是 小時候一雙鞋就是要穿到好久 然後現在就是不喜歡 就想要太換這樣 什麼是馬力真鞋 就是 好難形容喔 有點像學院風的那種鞋子吧 如果我之後有拍穿搭的話 我再跟你們介紹 誰是馬力好了 誰是馬力真 有拍穿搭的話再跟你們介紹 有些人 可能有聽過啦 但是就是很可愛 我最近 我最近想要買一黑一白的馬力真 想要包色 好可愛喔 第一代蜘蛛人的女朋友是馬力真 蛤?真的假的 還是馬力真 其實就是以她女朋友的名字命名 你只知道雪莉 還有珍妮佛羅裴子 對嗎 一年換一次這樣買 也沒有到一年換一次欸 就是 就是 想買的時候就會買 就是當你穿衣服的時候 你覺得腳上那雙鞋不對的時候 你就會想買了 所以其實主要鞋子是跟著衣服的 搭配在走的 鞋子都只看球鞋 其實我球鞋的話主要就是 一雙跑步用的 然後一雙是下雨可以穿的 主要就是兩雙啦 我其實球鞋大概就是兩雙交替者在換 像昨天限動PO的時候 然後就有人注意到我的鞋子 就說欸 從來沒有看過Mina穿這雙鞋 其實那雙鞋很久了 那雙鞋就是我 平常跑步會穿的慢跑鞋 對 就是 一個基本款黑色的 慢跑鞋 透氣的 只是因為她就是 基本款 就是沒有什麼好搭配 所以平常拍照的話 不太會 就是不會 就是她不是我穿搭的一部分 所以沒有出現在照片裡 對但她其實穿蠻久的 練舞穿哪雙 練舞的話 喔對還有一雙 反步鞋啦 我就是 一雙黑色跑步鞋 然後白色是下雨天可以穿的 那種比較皮質的 然後跟一個反步鞋 三雙交替著穿 練舞的話 就是 就是反正我運動鞋 就是三雙 輪替著穿這樣子 對 怎麼會把白色下雨天穿 其實我以前也會覺得 下雨天很捨不得穿白色 但是 你要想喔 白色的 但是因為白色它是皮的 怎麼講 對 你們懂嗎 白色的那種球鞋 然後是那種 光滑面 其實是可以 你稍微擦一下 它是會變白的 但是如果你是白色的布鞋的話 就是 它髒了你就是非常難清洗 對 但是我一定要一雙就是透氣的跑步鞋 所以 另一雙就必須 就只能白色的那一雙是 那種比較不透氣的材質 但是下雨天可以穿 因為我想要 黑跟白兩個色都有嘛 所以就不得已 所以白色的那一雙都會 是下雨天穿 白色是老爹鞋嗎 對 那個還蠻常出現在我照片的 就是 我覺得 欸我那一雙算老爹鞋嗎 算 算是吧 就是 比較 老爹鞋其實還蠻好搭配衣服的 練舞穿球鞋跑步鞋感覺有差嗎 其實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穿跑步鞋啦 只是因為 跑步鞋比較輕盈一點 對 只是 只是我還是要輪替著穿 因為跑步鞋的話是我一定會常穿的 然後反步鞋的話就是 就是反步鞋就是很好搭配啊 我覺得球鞋三雙差不多啊 然後其他就是 一些就是自己 私心喜歡的 看一看覺得肉額頭很好看 是不是 看久了是不是習慣了 看久了是不是習慣了 我覺得其實加個帽子應該會不錯 所以我去戴個帽子 我要去戴帽子 現在交給我的小倉 淑米 好 說戴就戴 我不是要戴哪個 所以我 白色跟粉色的都拿來 但我自己覺得應該白色會比較好看吧 怎麼突然戴帽子 就覺得可以 頭上可以有點東西 我想想帶正的還是行的 這樣子啊 接下來的學生雄抱 他是學生雄 沒有像肉包的帽子 哪一個帽子會長得像肉包啊 謝玉的告白氣窮 看要不要勾個耳後 我戴了帽子 是不是看起來就變黑了 我是不是戴帽子看起來變黑 因為那個 那個什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要怎麼講 因為他的白平衡啦 因為白平衡的關係 我好像看起來變黑了 謝謝 謝謝 小管面線的甜蜜愛心 謝謝博城的好學生陣 謝謝BC的楓葉 我想要 我想要來補一下唇膏耶 我想要換另一個唇膏 謝謝玉的心理箱 我想要試另一個唇膏 我想說會不會是因為唇膏的關係 所以你們今天覺得我很 我很素 都要下波了 沒關係啊 反正我唇膏那麼多隻 我唇膏20隻耶 我要插多久 都插不完了 想要換另一個唇膏 看有沒有 別的感覺 可是我現在找不到那隻唇膏 好 我現在找不到上次你們說顏色很好看的 那個唇膏 不然再試另一隻 不是因為有時候太多唇膏 你很少插到 久了都忘記那個顏色 久了都忘記是什麼顏色 所以我 我現在換另外一隻 這個剛剛是不同隻喔 為什麼火出現了 來試一下這個顏色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謝謝明貓金魚的海米 這隻好像顏色更亮一點 也不是顏色亮的 這隻要說插起來光澤感比較強 謝謝 謝謝 我升級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土司機的豬豬你喔 謝謝下我的豬豬你喔 好 好 我這裡好像 好像另一隻更好 我真的覺得我戴這個帽子看起來 變黑了 我要把它拿走 對不對 戴那個帽子 就是 他把我的白平衡拿走 我看起來好黑喔 謝謝終於你的豬豬你喔 我這樣看起來比較白 我覺得這個唇膏 其實我覺得顏色是不是有點鬼打牆 就是 我覺得有些唇膏 顏色就是 都看起來很像 對啊 真的是白平衡的關係 帽子可愛 可是他會害我變黑 他會害我變黑 謝謝綠草地上的奇蹟送我小雞蹦蹦 直男才會覺得唇膏顏色都一樣 不是 可是有的唇膏顏色真的看起來很一樣啊 我真的覺得 欸我要碰到燈 超黑欸 也太暗了吧 太驚艷晚安 太驚艷晚安 我覺得有的唇膏顏色是真的很鬼打牆 就不是我看不出來 我覺得是有的 顏色真的很像 黑密碼 捲袖子是什麼意思 捲袖子還有什麼意思 欸我今天有紅包 我今天居然有紅包 哇 變黑的瞬間有痘痘跑出來 你說這裡嗎 對我最近 這個下巴這裡 有一顆很立體的痘痘 不過他 很快就消了啦 你下巴掌頭 下巴掌頭都應該是 我不知道欸 忘記是什麼了 謝謝咖啡的風耶 我要每個顏色都塗一個區域 然後漸層塗在嘴巴上 我幹嘛要那麼累啊 我就看 心情 我都是看心情擦唇膏的啊 有時候雖然覺得那個顏色很像 但是就是 就是交替的擦 我平常也很少擦這麼粉 只是因為今天 今天的衣服 所以我才擦比較粉的 好可愛喔 哈囉冰冰晚安 對啊 我覺得唇膏還是有差 我覺得這個唇膏 很亮欸 比剛剛第一隻還要再 就是很亮 我覺得蠻喜歡的啊 很久沒有擦它 謝謝米酒的Kiss珠珠 會反光 現在有兩個東西會反光 一個是我的額頭 一個是我的 嘴唇 殺死你們 現在已經麻痺不敢 然後 我跟大家分享 這哪有和死亡巴比 這不叫死亡巴比 我還有另外一隻 真的 就是我買錯顏色 它看起來 我以為會是很粉嫩的 就擦起來是死亡巴比 所以我就是很少在擦 下次有機會再給你們看 這個是很漂亮的 這是什麼 就是粉嫩的 豆沙粉 這不是死亡巴比 大家看看 看得到嗎 我愛手 欸好像有點看不清楚 就是呢 是這一塊 這一塊是我去抽血 我去抽血的瘀青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抽血會瘀青那麼大一塊 這個比打疫苗痛欸 對啊 這個比打疫苗痛欸 所以我打疫苗 我剛才講 才講完第一季而已 然後第二季 我是打莫德納 然後莫德納的話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就是小滴燒而已 就是大概37.12而已 就是小滴燒也還好 也不需要吃脆燒 但是 打的手臂超級無敵痛 就是 就是 而且痛了差不多兩三天吧 就是 超級無敵痛的那種 然後這次BNT的話 就是 就是 就是怎麼講 就是 人家說什麼第二季手會舉不起來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 我昨天比較 舉不太起來 昨天在練舞的時候 比較舉不起來 可是今天好像就 差不多好了欸 已經 就是 一點點痠痛 但是 就是 沒有像 就是沒有莫德納 沒有第二季莫德納那麼痠痛 就是 手臂痠痛度 沒有那麼重 然後 也 就是沒有其他副作用 就是 Mina每個都打完全混欸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去 打的時候 然後那個 就是 櫃檯的人看到 他還說 欸 你三個都混 三個都打不一樣的喔 然後 然後就說 對啊 他說你怎麼會想要全部混著打 我就說沒有啊 就是有什麼疫苗就打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當初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 一開始台灣疫苗還 就是 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還想要挑 想要打什麼疫苗什麼 然後 那時候不是就說有疫苗就是好疫苗嗎 有疫苗就趕快去打 然後那時候最多就是AZ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 就覺得 就 就打吧 雖然那時候好像很多人就一直說AZ不好什麼什麼的 對 所以我 我其實只是 有什麼疫苗 就去打什麼 然後第二季剛好進了很多莫德納 然後那時候聽說莫德納好像 就是 就是 要趕快打不然 這個禮拜就會有一波就要到齊什麼 然後那時候不是就叫大家趕快去打莫德納嗎 然後那時候不知道什麼 大家又很害怕打莫德納 明明一開始那麼多人 第一季想打莫德納 好反正 只是 只是 因為我真的只是有什麼疫苗 我就去打什麼 我沒有在挑 然後 然後也看了一下說 第二季莫德納好像 就是防禦力會比較好 所以我就去打了 然後第三季的時候呢 就是只是因為我想說我前面兩個都打不一樣 第三季就混著打吧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做什麼功課 我想說 反正就三種都打打看吧 就是 抱持這種心態 就是 就去收集了第三種這樣子 對 然後 那個 那個櫃檯的人 問完我之後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只是 就是有什麼疫苗 就打手 然後他就說 我也是這樣子耶 你跟我的順序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好開心喔 就是 你知道找到同溫層的感覺 有人跟我就是混打的順序都一模一樣 對 然後 然後 我覺得他整個打起來的 我現在網路是怎樣 我自己看自己都lag耶 反正我就是 整個打起來的感覺都比之前好 就是 除了櫃檯他有先跟我講 就是 注意事項之外 然後我還要先進去 診間 就是醫生會問診耶 我之前去 就是你知道我剛坐 就是剛坐在那個板凳上 然後那個護士就 好來 你叫什麼名字 我看一下健保卡 然後我就 好那我幫你插個酒精 然後就打 就打進去了 然後這次就是 就是還有多一個問診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步驟耶 就讓我覺得就是 欸很不錯耶 就是很安心 就是櫃檯人員諮詢完之後 我有進去 我有進去 醫生問診 然後醫生也是 就是一開始櫃檯人看到 看到 我是混打 就是說 欸我順序跟他一樣 然後後來 進去醫 醫生問診的時候 他也是說 欸你三進都打不一樣耶 然後重點是那個醫生 就怎麼講 那個醫生他 長得很像 中和喵喵 我不知道 就是 那醫生 算戴著口罩 可是他全程我就看得到 我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 他的眼睛就是這樣 就是 很中和喵喵的笑 他就 很中和喵喵的笑 他就 他就 他說 你三進都混著打耶 那你前兩進打有沒有什麼 副作用啊 然後我就說 我說 喔沒有啊 就是 稍微發燥一下 他說 那你 你是很適合打疫苗的人耶 然後 就是什麼 然後就是那個 就是他 他戴著口罩 可是我看到 他全程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爆笑 這樣憋笑的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有那麼好笑嗎 不知道 反正就是 但是我覺得醫生是蠻 就是蠻可愛的啦 就是 雖然他好像 一直在別笑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他聽到我講話 很想笑 不知道 對 欸然後我現在看不到大家的聊天室耶 你知道嗎 是從 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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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要 講 我要 我打疫苗試之後 我就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耶 就是完全沒有跑東西出來耶 我現在就是完全在 自言自語 我真的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你們 你們聽得到我說話嗎 還是 為什麼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不然我就 不然我就自言自語了喔 好龍力喔 喂 我看不到大家留言 大家 救命 我看不到你們留言 我現在在自言自語耶 好 反正醫生就是 現在大家都在中喵 大家跑去找那個醫生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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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喔 好啦 我講完打完疫苗的故事我就要管了 好生氣喔 這不是看到了嗎 看到 喵喵了 喵喵了 有了 有了 突然有了 突然有了 我剛剛 我剛剛 我剛剛一直在自言自語 然後都沒有 就是看不到任何的留言 覺得好 你知道很龍力耶 沒有 沒有留言 就是 感覺我不知道 他幹嘛一直一臉好笑的樣子 然後 然後 他說 那你等一下就護士會幫你打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你知道 這個小診所反而他就是很精細 就是 先有櫃檯的人跟你check 你今天要打的是什麼 然後 然後還會進去診間 醫生跟你問一下有沒有什麼 不良反應什麼 然後再來 再到護士 就是 我之前去那大醫院跟什麼 都是坐下來 然後他就這樣打進來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那麼詳細 所以我其實 這次的打針的體驗 我覺得很好 對 然後那個護士看到 我三技都打不一樣 所以他還是說 你三技都打不一樣 跟我順序一模一樣 然後我想說 我的順序怎麼都跟這些醫護人員一模一樣 我覺得醫護人員也是 也是有什麼疫苗就要打什麼吧 就是因為他們是 算是 走在前線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滿開心的 就是有很多跟我一樣都是混著打的人 因為我當初真的就是抱持著一個 就是 就是有什麼打什麼 然後收集三種章的那種概念 就是這樣打 然後原來那麼多醫護人員跟我打的順序一樣 我就覺得 覺得安心 然後我一二技打完也都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頭痛啊 很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 我覺得我已經 完全沒有副作用 我就是有 完全沒有副作用 我就是有 就是有先苦後甘的感覺 當然如果之後還要再打第四技的話 就到時候再說 但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能真的是 很適合打疫苗的人吧 因為我是星星人類啊 對那個護士還跟我說 你三技打不一樣 那我們也都是變成生化人了 然後他就覺得哇 生化人好像聽起來蠻酷的 而且因為BNT只有半技 所以其實打得很快 我覺得第二技打莫德納是全技 打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有東西在注入我的身體 然後打得很久 然後手超痛 就是第二技痛 就是第二技真的就是 手臂疼痛的感覺 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我是 我是A B型啊 A B型本來就是 算是星人類 不像O型血就是很早以前 A B型真的是 近 近幾 千 年來才有的 才有的 血型嘛 所以 是嗎 我記得A B型本來就是 算是星星人類的 所以我 沒有我BNT是打半技 就很快 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我大概是 星星人類 莫德納第三是半技 BNT是全技嗎 那為什麼打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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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第二季的 我第二季莫德納說 他就是 注入的很慢還是怎樣 就是我一直感覺到就是 然後時間過去的很久 可是第三季的時候 就好了 第三季BNT睡了一天 有這麼累 但是 因為我平常都會睡午覺 所以其實 不太知道跟疫苗有沒有關係 護理師技術比較好 是嗎 那個護士很優秀耶 反正我第三季打的體驗就很好 就是 第三季打的體驗就很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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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很好笑的一聲 不是長得很好笑的一聲 是一直看起來在笑我的一聲 跟 跟 順序跟我打的一樣的護士 就是整個流程就是 然後診所也很乾淨明亮 然後打完就是 感覺都非常的好 護士症嗎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你知道 我一看他 就是冷症之外 然後 然後又剛好有共通點 就是 我就 馬上想跟人家聊起來 這樣子 就是 當我覺得他有 因為是他先主動說 欸你這樣要跟我一樣 就是 我們打完都會變成生化人耶 然後就是 就是馬上問說 那你打完第三季有覺得很不舒服什麼嗎 就是 我平常不太會主動跟棉搭化 可是當他先有 就是釋出一些善意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有機會 沒有啦 就是正常的詢問一下護士就是 有沒有什麼就是 就是這個順序打第三季會有什麼 因為我網路上沒有看到很多人是這個順序 就是 我有看護理師的名牌 沒有啦 沒有啦 但我下次 我第一次去那間診所 但我決定我以後看醫生都要去那一家了 因為離我家蠻緊 然後護士蠻真 我真的我認真 等一下不是不是 等一下我要先解釋 但是我會想再去那個診所的原因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他的環境很明亮 而且不像我之前去就是一堆人 就是他 他就是 因為我原本預約的時間是 因為我原本預約的時間是10點半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因為他是 打疫苗時間他寫10點半到11點半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11點再過去就好了 然後診所還要打電話說 你今天有預約就是打疫苗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他就是很 很細心的 就是還會打電話提醒的 很細心啦 就是還會打電話提醒的 就是畢竟我是一個常常忘記時間的人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服務態度很好 對 反正我之後覺得我會再去這一間 我真的 我之前從來沒有在這家看過診 但我去了之後我覺得很不錯 我之後會 就是我生病的話 但我希望我 對我今年的目標是我不能生病的時候 我希望我不要生病 那不幸生病的話我會去這一間的 會去這一間的 會去這一間的 膚淺的了 因為他們整個環境 然後還有態度都很好 我是很吃態度的 就是有態度不好 我就不會想再去 對 是這樣子的 對 然後分享最後一件事情 我叫管 我叫管伯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世家的雙琴 雙琴它根本就不是世家的味道 它根本有一個 哈密瓜味 它是哈味 它不是世家 雙琴 它不是世家 它有一個很味道 就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後來我們就是 一致覺得它就是一個化學的哈密瓜味 化學的哈密瓜味 就是一個哈味 它不是世家 大家 它不是世家 而且我覺得它的口感 就是很水 它很水耶 就是我喜歡綿密一點的 我覺得世家口味 它吃起來 比較偏冰沙的那種 不是我喜歡的口感 然後重點是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哈味 它不是世家 不相信的人 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它真的就是 像我說的 我覺得它比較水 比較偏冰沙 沒有那麼綿密 然後它不是世家 它不能叫做世家雙琴 它應該是 化學哈密瓜雙琴 它不是世家 它不是世家 我可能在跳針 它不是世家 好辣 我要關台了 謝謝玉德 戳戳你 好煩喔 今天浪一直跳針 第三 禮拜五就是後天啦 後天晚上九點啦 我來念今天的排名啦 不想應用播到 快十一點半了啦 今天第十三名是 太空 謝謝太空 第十二名是 小管面線 謝謝小管面線 第十一名是 阿基拉 謝謝阿基拉 第十名是 博城 謝謝博城 第九名是 土石吉 第八名是 小熊 第七名是 玉 第六名是 金魚 謝謝金魚 謝謝 烧饼油條 第三名是 黃拉 謝謝黃拉 第二名是 下鵝 第一名是 羅綠狼 謝謝羅綠狼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直播 星期五 晚上九點見 好煩惱 今天 一直卡 我下次直播前 我一定會重開機 再開直播 如果他還卡的話 那絕對就是浪的問題 好煩惱 為什麼叫我叉燒包 叉燒包 怎麼講 不會 我覺得是不澳門的澳門人 對 大家還沒有看做地毯 地毯 欸 在我的屁股 大家還沒有看這個做地毯的那個 記得去Youtube搜尋 想天開 show time 我們療癒做地毯 真的是蠻療癒的 好來 那大家 欸對 我今天還沒跟他聊做地毯的事情 為什麼我直播兩個小時完全沒聊到 因為我最近太多事情了 我又打疫苗 又什麼 又幹嘛 還有講生血症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其實 上次做的時候就有稍微跟大家分享了 好啦 反正下次可以 就是講一下 做地毯 雖然我覺得我每次 就是有準備好要講什麼主題的時候 反而都會講很快 然後沒有想要講的就會講很久 不知道什麼 想要講地毯的之後現在講五分鐘就講完了 每次都會講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沒有要講的就會講很久 劉海花了半小時吧 好啦我下次希望 希望下次是 就是 完美的劉海 不然我就是 我下次就會直接這樣夾起來 好不好 這劉海真的是 好啦 大家禮拜五晚上九點節 謝謝 大家晚安 掰掰 下次也要露耳頭 你們已經 這麼快習慣 我有 露耳頭的造型 是不是 怕你們不習慣 好啦大家晚安 掰掰 掰掰 然後再見 你們 我們 我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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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